很多人喜欢收藏不同的东西 而我呢 也收藏了一些讲座 可是这些讲座刚好也都是我一段又一段 人生历程 不同的创作 作品的分享 还有一些 让我非常感恩的肯定 那么里面包括了有 台湾的新闻 还有电视广播的金钟奖 也包括了 有流行音乐 非流行音乐的金曲奖 里面也包括了有演唱的 还有制作人不同的奖项 其实在我们创作的历程里面 我深深地觉得 当我们旅行和生活 其实每一种都是创作的题材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用说的 有的时候用写的 有的时候用讲的 有的时候用唱的 用不同的方式来把它组织起来 给更多没有机会到那边去看的朋友 去听的朋友 能够帮助他去吸收 帮助他去了解 就好像肖黄奇的那首歌 你是我的眼 那我也可以当很多朋友的眼 去看这个世界 而且我是很真诚地 去跟大家分享 而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所做的作品 这个是一个肯定 同时好像忽然 无形插柳的 也变成了我的一项收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